我们不务正业的英语阿夫主不爱吃番茄的餐 吃番茄菜嘛 今天正好是明日方舟两周年 作为一个入坑五个月 刚把明日方舟大部分剧情补完 紧感慢感才好不容易追上大部队进步的伟萌新 我想结合自己入坑这段时间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 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方舟开服两年了 依然适合萌新入坑 其实我入坑的契机跟因为好奇点进这个视频的你一样 当时身边有姐妹在玩 并且整个人都变成了方舟的形状 天天感慨什么世界观超级好啊 美术风格超帅气好看啊 还有什么 我永远喜欢明日方舟 明日方舟是一款我的问题 于是在一个百无聊来的下午 抱着真有那么好麻的疑问 我下载了 说起来明日方舟一开始在我心里的印象就是 好玩 方舟他这个卡牌养成加塔防的玩法 简单来说就是敌人从鸿门冲到蓝门 玩家要在路上部署干员 放个射手法师疯狂输出 重装干员挡住怪跟他贴身肉搏 再加个医疗干员挥挥血 打不过就给自己的干员升升等级升升技能 诶就是这么简单 前几张关卡难度很低 随便打打也能过 当时我就感觉自己牛逼爆了 明日方舟就这 就这 晚上还那么多人抄作也 不愧是我 我真厉害 玩着玩着 游戏的机制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慢慢就能感受到这个塔防玩法的策略性极强 干员被分为八个职业 同职业的干员之间有一定的可替换性 但每个干员又有完全不同的技能 可以在不同的地图发挥起独特的作用 过关策略是多变的 反复去世的方式也可以每一次都不相同 像我这样人菜影大的 就特别容易玩上头 还记得打龙门逝去的那个深夜 本来就已经两点多了 想打个剿灭就睡吧 打开明日方舟 开始行动 呃 天就亮了 这种塔防玩法 网上可以让喜欢塔防的人研究个痛快 有up主会专门以拿低薪低等级干员通关为目标 甚至还有大神可以全员一直靠自己的操作 打过很难的关卡 还有定期开放的危机合约给大佬们过瘾 往下说 如果实在不愿意费力玩塔防的话 还可以靠卡组练度强行忙过去 或者打开B站趁着作业 而且啊 明日方舟的确是如网上流传的那样 不干不克 因为方舟几乎不存在 必须要有某一张特别强的人权卡 否则就完全无法过关的情况 也几乎不存在抽到了某张卡之后 隔断时间就出了更强的 现有的卡就白抽白氧的情况 哪怕最强的六星干员一个都没有 好好养卡也可以打过现在绝大部分关卡 在明日方舟里高星干员不是必须的 虽然我自己确实很难忍住不克 但有一说一 方舟白嫖是真的可以玩下去的 在这个基础上呢 方舟的卡池中抽出六星的概率是2% 是我至今为止玩过的二次元抽卡手游里概率最高的 每次开限定卡池都会送至少20年 其他各种福利送起来也都超级大方 这次两周年活动直接送六星 这么漂亮的姐姐居然是可以白嫖的 这么这么好看的皮肤 也都是曾经白给过或者即将白给的 如果有一个干员你实在是特别喜欢 但是又不敢跳卡池 还可以去买198自选六星干员的礼包 或者攒一攒在商店里免费兑换 之前跟彩虹六号的那个联动 本来应该是个片刻的大好机会 运营特意设置了120抽保底必得 周年庆直播的时候 摇转盘决定玩家福利 制作人海貌多次发动技能 强行把福利变成全部都送 让我看看还有谁没有把老板大气摔在弹幕上 在这个二次元手游策划和运营 动不动就被飞妈的时代 如果把所有手游策划拉在一起 评选一个最良心策划金妈奖 我觉得保守一点明日方舟至少可以提名 大胆一点甚至可能直接缠连个几件 游戏本身好玩加上不干不克 虽然这听上去可能没什么 但仔细一想啊 真要较真起来论一论市面上的二次元手游 能同时做到好玩又不必克的恐怕并不多 如果大家还知道什么游戏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 麻烦弹幕给我反向安利一波好吧 塔防引进门 剧情留住人 方舟的世界观也是名声在外 想必很多人就算没有玩过也听说过啊 我个人觉得方舟的剧情好是好 但是阅读门槛确实是有点高的 需要静下心来慢慢了解 一步一步走进这个名为泰拉的世界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泰拉的世界史 跟历史书上干巴巴的某人在某地做了某事 造成了某某影响不同 方舟的剧情从人物入手 既能写出在末世背景下小人物的挣扎 又通过一个又一个小人物 展现了这个感染者与非感染者之间 矛盾日益凸显的大世界 这个名为泰拉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如此不同 却又处处反映着现实 如果是对历史政治感兴趣的小伙伴 一定会发现很多微妙的对应 并对泰拉的故事产生兴趣 而且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 虽然方舟标的是12家的游戏 但是剧情颇有深度 不同阅历的人去读一定会有不同的感悟 比方说啊 春节时让我直播中破了房的 跨中人剧情中掌柜的话 这一段关于思想的描写很多人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是却让我这个在国外待了五年的海外党 感触颇深 当场痛哭 剧情里还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大道理 乍一看啊 真的挺像是在装逼的 但总有一些话会在特定的时间戳中我 让我有一些别样的感悟 新人入坑的话 也不用担心跟不上剧情进度的问题 方舟的活动剧情 side story大部分都是独立故事 故事集和干原档案则是以干原个人的背景故事为主 即使没有读过主线 影响也不会特别大 方舟主线目前为止更新完的0到8章 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 第9章又将会是全新篇章 因为方舟的文案确实存在语言表达 褐色难懂的问题啊 所以我建议大家前期就随人看吧 不必太过扣细节 大致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行了 等到六七八章高潮部分产生了兴趣 再回头翻反 或者上B站看看UP主们的剧情整理视频 太拉大陆真的需要耐心一颗时间 一点一点去慢慢了解 如果主线真的读不下去 完全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干员的档案 和活动剧情来看 不必要死磕啊 还有新人入坑方舟剧情的话 一定要紧防老玩家欺诈 如果有人极力怂恿 啊不 推荐你去看一些轻松愉快的剧情 请务必做好思想准备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最后方舟的社区氛围也是真的很好 一旦你对上了方舟的电波 入坑明日方舟那真的会很幸福 方舟的二创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极高 光是手术必战上就有一大堆 就吃粮吃到撑 还有2021年拜年纪这样的神仙产出 每次出新活动呢 大神们还会从各个角度 秀技术和花活 让你感慨 卧槽 明日方舟还能这样玩 另一方面因为官方的良心运营 和过硬的游戏质量 方舟玩家内部气氛很不错 评论区作画 各种沙雕梗和表情包溜的飞起 老玩家们对萌新也极其友好 很多热情的刀客塔会手把手交萌新啊 硬要说缺点的话 那就是方舟玩家真的太会带货了 因为我入坑以来全程都是直播的嘛 每次一开新卡池就会有人来问 托马 抽吗 迎赛阳是幻神要抽 几次和山是基石要抽 四二是真神要抽 空鞋小姐姐这么可爱 还是一色桶要抽 好不容易来了个一刻 强度比较拉也不抽我叉皮 居然有弹幕带货说 他的身优是考哥耶 你真的不抽吗 大约卡划算 198自选划算 要买 设定级内容那么丰富 定价又良心 要买 皮肤这么好看 下次复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要买要买 人家都是带货主播 只有我天天被弹幕带货 我可以啊 但是我的钱包真的快要不行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玩了不到半年 我也逐渐变成了他们的样子 忍不住想要告诉所有人 明日方舟有多好 周年版本的福利有多丰富 暴力压力不可取啊 我不带任何个人主观感情来总结一下 如果你对明日方舟已经有一定了解 跃跃欲试 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入坑 那么对你来说 入坑最好的时间是开服 其次就是现在 两周年不光版本福利好 还有不少专门针对新人的设计 而且明日方舟这款游戏 虽然两周年了 以手游来论的话 已经进入了稳定期 但是明日方舟作为一个IP 却才刚开了一个头 还有很长很长的故事要角 二代手游 漫画 动画 剧场版 还有很多很多的路可以走 如果在打开这个视频之前 你完全不了解明日方舟 那我想跟你说 这个视频虽然讲了一大堆 我个人推荐明日方舟的理由 但它毕竟不是人民币 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 一定有人不吃它的画风 不喜欢塔风 对深沉的世界观没兴趣 那我对你真正的建议只有一个 跟当年的我一样 抱着真有那么好妈的疑问 下载下来体验一下 如果对上了你的电波 那么恭喜你发现了宝藏 如果玩了一会儿 觉得也并不怎么样嘛 至少你对一部人气手游 稍微有了那么一丁点了解 也不算亏嘛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啦 我是你们拿不住 不爱吃番茄的 畅想吃番茄 大家可以叫我托马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给我点赞投币 收藏一键三连 如果你是方舟玩家 也可以试试把这个视频 分享给你想要安利的小伙伴 或者在评论区补充一下 你想安利方舟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 给我点一个大大的关注 拜托了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 很